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联合书的影音 复联4少有许久 已经拿下了41亿的票房 虽然大家一致好评 但影片中也有一些难以解释的谜团 小莱是为了以后复联5做了铺垫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些谜团 为了更好的讲解 视频中可能会参加少量的抢线画面 可能会设计剧透 没有看过的小伙伴 还请见谅哦 第一件事就是将其队长就刚写下 按照将其队长的片尾彩蛋 将其队长收到信号回到地球 然后再顺着被拿塔号的求救信号 找到钢切霞的话 22天显然是不够的 如果非要收的话 那就是回到地球的时候遇到了 两个人觉得这也太巧了点吧 另外量子领域的时间差问题 引人被困在量子世界五年之久 直到老鼠被救了出来 他却感觉只过了几个小时 这说明量子领域与现实世界的时间 可能存在差异 他引人二中的初代黄蜂女 衰老速度明显是跟随着现实世界同步的 整整30年同样是量子领域 为何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呢 第三个就是黑寡服到底死了没有 复联系中为了拿到灵魂宝石 黑寡服掀击了自己 按照导演采访中 我们得知这个是不可逆的过程 黑寡服是真的在复联中当机了 但最后为什么只有钢铁侠举行葬礼 寡服却没有 难道大家都忘记了黑寡服这个人的存在吗 还是说美队最后归还宝石的时候 黑寡服又复活了呢 当然最重要的是美队 美队最后归还了宝石却没有归来 选择了另一条做凡人的道路 虽然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但面提那个时候美队的初恋早就结婚生子了 呃难道是捷虎了 小伙伴们觉得新的美队代表会是谁呢 东兵还是战战机器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交流 喜欢听年糕讲故事的网友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账号 每天都有最新电影资讯推荐哦 我们下期再见咯